這位大叔眼神銳利 這位阿姐這樣練都八張東西 這位阿哥若有所思 這位大哥就愁眉苦臉 等一等 你們以為他們在這裡到前嗎 當然不是啦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其實是第一屆新界傳統文化 天狗王大賽的決賽現場 這四位在32名選手決定而出 爭奪今年的天狗之王 你覺得天狗會贏嗎 天狗和排狗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天狗是中國的角色 在宋朝時代已經開始有 尤其在南方還非常流行 不過由於玩法較為複雜 好用腦 所以現在在中國才沒有麻雀那麼流行 不過正正因為由這班人堅持著 這一行的角色才可以一直保存 和流傳了下來 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比賽 現在終於到了最刺激的時候 嘩 這位80歲的婆婆 以40分獲得了第一名 天狗文化是宋朝出現的 就代表天地人王 他的意思 還有是代表了中國文化與和為貴 我們覺得和氣身材很重要 與和為貴的社會才可以發展 最近日本我們發現到 他們將天狗文化 那天狗派搞得很政治很流行 如果我們再不繼續去發揚江大 就會被人拿了我們的傳統文化 就去登記了世界的文化組織 就說他是他自己的文化遺產 我覺得這對我們國家是一個損失 所以我們要推廣給年輕人 將那個文化的傳承 一個優秀文化傳承 就要靠我們的代人努力 我的孫子都認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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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有些人 即是要有些人 即是要有些人 過年就來我們打天狗 那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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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刻合謀 即是要你今天和平 那樣 就是 我們中國人 就是一個田重 這麼好的一個遊戲 怎麼可以隨隨便便 留落在外國人的手裡 作為年輕的新一代 是否應該多了解一下 中國的傳統文化呢 好了 今天的採訪 就跟你講到這裡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